大家好,欢迎收看黑牛养生馆,我是思默 便秘虽然不是什么大病,但是不及时调理对身体也是有害的 想改善便秘,我们还得先知道便秘是怎么来的 便秘有五个原因,原因一,精神压力过大 很多人生活节奏快,压力大 长期处于这种精神紧绷的状态下 就容易有悲观、焦虑、抑郁的负面情绪 这都会引起精神心理障碍,从而产生功能性便秘 原因二,排便的习惯不好,都说人有三级 拖延排便的时间只会让这些排泄物堵在肠道里 粪便水分再一次被吸收,最后就会变干变硬 排便的时候就会很难受 原因三,饮食不合理 长期喜欢吃辛辣刺激的食物 还有过于精加工的食物 这样的饮食,水分和膳食纤维含量比较少 无法帮助肠道蠕动 食物的残渣会滞留在体内 原因四,年纪问题 有些上了年纪的人,胃肠道功能也会慢慢下降 腹部肌肉无力,肠道推动力不足 这也是许多中老年人经常便秘的原因 长期便秘毒素堆积,脸色暗黄,长痘痘,影响容貌 如果你也有便秘情况,别着急 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堪称天然泻剂的通便茶 早晚喝一杯,让大便更通茶 准备火麻仁,来福籽,绝明籽,菊花 合理配比,用开水冲泡 火麻仁呢,富含脂肪油,具有润滑肠道的功效 可以加速肠道蠕动,限制肠道里面的水分被吸收 加速排便 绝明籽能够缓解便秘,其实是一种倒泄的作用 但刺激性呢,又没有泄药那么强 那么绝明籽啊,药性寒凉,有清热自阴的作用 来福籽具有消食化肌,降气除胀的作用 无论何种便秘啊,早上空腹喝一杯,效果看得见 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关注本栏目,养生不迷路